第三點,除了西蘭道館最早被漢林開發的地区 在1900年的時候,日本學者就在第三 發生了三十幾個輸增危機,而且歐出沒做規模的作業 這些文物,日前被寫了文教基金會 關鍵讓台中科學報告 最近在廁量部長載豐富的用心安排之下 替這些文物基盤了展覽 希望第三鄉親可以擁有全翁參觀了解 我們前所看到這麼久的影片 都是蘇菀時代的聲音,所以自己製作出來很久 歷史上久能對手到四千五百年前的五百頭文化 是上當年整個歷史為悶 現在在廁量文教基金會 以及車廊部長載保存航空的合作機閣來電視 範圍非常大,就是在大塑寮地區 很多包括水車、頂埔 尤其頂埔量最多 一直延伸到騰湖這邊 那想說這麼珍貴的東西 當初減食以後 有做什麼處理嗎 那今年就忙這個彰化美學館 給我們一點經費的助助 以及紫蘭公管理委員會 加上我們自己註冊的經費 完成了這個展館的一個部長 後續我們還有三場的體驗活動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與古代人邂逅的一個特展 然後就是可以把就是 就我們竹山當地的文化呢 透過就是人類學主的一個協助 然後讓竹山的人 甚至是讓外地來圓區參觀的觀眾呢 能夠了解我們竹山這邊 當地的一個文化 在那天出蘇淨的歷史文物 現場也獲取這些工具的關鍵 讓參觀民眾 了解這些造型的用途 以及回想蘇淨人類的生活健康 這些相當發達的造型 也讓研究很關鍵 蘇淨時代第三地區不散 應該是相當豐富 那其實看過這樣子的展覽 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個展覽是非常的有意義 因為尤其是在一個竹山文化 竹山它不是只有竹子而已 其實在石器的這個發展 就發現了以後呢 其實它的不管是它的漁業農業 然後甚至是一些獵 就是打獵的一些生活 其實它都已經很早就開始在發跡了 那我們就有三場的體驗活動 實際讓你來認識古代人 然後他們怎麼生活 怎麼用器具 然後同時教你簡單的著作石器 完成以後還可以自己實際體驗 這個石器怎麼用 那去感受古代人 他們怎麼生活在這一片土地 這裡的立書文物 本地就有保存在在村口中的機會 等這下了文教基金會 以及車廣播登山保存方式 用信之下 去辦了修正文物店 也讓雄南道館 以及第三鄉親 都可以當前來參觀 經紀力接觸在地的修正文物 以及了解登山地域的發展過程 記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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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的故事